我不願意針對問題回答 好像在事不關己 我不知道你是肚子餓了啦 寶格這件事情解決了哪一個僵局 我希望大家能夠各推一步來解決事情 丁委員好 院長好 想跟院長先報告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院長了不了解 現在我們很多病人在急診室 如果他在急診需要治療之後 需要住院的話 在急診室的時間越來越長了 你有注意到這個現象嗎 知道他們在等床 等病房的時間 真的越來越長 這個常常有民眾跟我反應 有時候在醫院可以等到一個禮拜以上 七天也許都有一天 這個是非常誇張 而且是越來越嚴重 先秀兩張圖啦 你看看現在急診的狀況 有的在急診沒有床位 急診的病患是就地治療 還有的是 他在輪椅上面電擊 急診室塞爆 沒有心跳才被發現 其實這個是 不只是對醫療品質是很大的傷害 而且我覺得對病人也非常不尊重 但這個問題喔 之前我們也反應給胃瀑布很多次 完全都沒有得到任何的改善喔 我先用舉幾個數據給你看啦 第一個喔 先講一個喔 我們現在在國旅喔 大概平均 我們平均國旅大概是一個人出去玩 大概就是1.45天啦 可是你知道 我們現在在急診喔 留置48小時以上人的比例呢 是非常的高 特別你看113年醫學中心 他有 在113年上半年 就已經有1萬9213位喔 他在急診室大概48小時以上 我這個數字只有48小時的 可能還有72小時的 還有 甚至還有更高的 而且重點是 他的比例是逐漸上升喔 你看111年比例是7.3%喔 到了112年8.3% 110上半年已經變成9% 所以這個數字看起來非常的 就是沒有辦法控制喔 再看下一頁 有一些醫院喔 特別是你看台大醫院 台大醫院超過48小時的案件比例 已經到了20% 五分之一啊 新北土城醫院 也是20% 也是五分之一 這個狀況這麼嚴重 那難道是因為病人變多 沒有病床嗎 並不是 並不是喔 實際上是有病床 但是沒辦法開 我們再來看一個數據 叫做 這個叫佔床率 佔床率就是指說 他的醫院當初許可這麼多床 可是實際上 他實際開的床是多少喔 你可以看 比如說有些比較低的喔 像國泰只有56.42 還有一些是60幾%的 我沒有全部把它列出來啦 但是實際上佔床率大概要七成多 才算正常 那我不知道院長 你知道這個狀況 他有床喔 但是沒有開 然後所以很多人就擠在急診室 沒有辦法上去病床 然後就會出現我們剛剛講的急診室 非常多人的狀況 院長你知道這個情況嗎 應該是人力不足所造成的 人力不足 那... 確實是人力不足啊 對 我有看到 那人力不足怎麼辦 補充人力 這個院長 這是護理人員 護理師的人力喔 我們要強力的快速的補充 沒有用啊 現在就是沒有解決啊 因為這個事情已經發生好幾個月 然後狀況越來越嚴重 我在未環委員會我也質詢過啊 當時希望 部長給我資料嘛 去了解一下這個情形 但部長後來也不給資料啊 每次跟你們要資料 回的公文都是那一種 非常空洞 不願意針對問題回答 但是問題就是存在 就護理人員的增加 剛剛部長已經在前幾位 委員的 吹詢當中已經有答覆了 如果容許再請問 部長再說明一次 是的 我如果談護理人力的話 我們非常 可以說是 行政案 用12個策略 來努力來留一台 部長你那個12策略 如果有用的話 這個情況不會越來越嚴重 如果我們比較一夜的話 我們在10月的時候 其實已經增加了 3095個5位的護理師 在醫院增加了1513 所以 這種數字喔 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啦 我覺得問題是存在 拿數字出來 但是問題還是存在 就沒有辦法解決 沒有面對問題嘛 那現在護理師 確實他們也有很多 他們的所謂的抱怨嘛 譬如說他們覺得薪資不夠 然後 還有就是 比如說沒有因應互併比 互併比來調整床數的配置 這個是護理師他們所提出來的 那我覺得這個 最後可能也 會歸就歸因到一個問題啦 就是現在的 健保點值就是比較低嘛 你現在一點大概 本來應該要1.1元 但是實際上現在可能是1點 只有0.6元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喔 1.6元啊 1.6元啊 也有0.6 0.7都有啊 怎麼會有0.6元 有有有有 也有0.7的啦 就沒有到1.1元嘛 我只是在凸顯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大家在吵那個 所謂總預算到底要不要 遵守立法院的主決議 1.0.95元 很多人講說 你們為什麼都在幫醫生講話 都在幫 都護士講話 確實 我們幫醫生講話 幫護士講話 因為他們非常辛苦 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幫病人講話 我們整體來說是要提升醫療品質啊 不是說在 不是在幫哪一個族群講話 所以光是健保點值 這個沒有編到1.0.95元啊 我覺得真的 行政院真的有點對不起 所有這麼多的民眾啊 那 部長一直講說 我們推出了什麼多少對策 多少方案 可是實際上 他就是沒有解決問題啊 所以是不是可以針對這個問題 真的認真的去了解 到底怎麼把人力補足 否則為什麼 就是沒有護理師 然後護理師現在職業率非常低 護理師職業率有時候都不到六成耶 就是我們有那麼多護理師 但他們不願意在醫院上班 到底問題是發生在哪裡 所以這個部長你要去了解 我想這個 護理留任 這個部分有很多複雜的意思 我們一個一個會多努力來解決 那至於急診的用篩這個部分 可能跟醫療體系也有關係 比如說你去問台大醫院的院長 他絕對說他 他並沒有關任何床 他你看他的 他等48小時的就已經 剛剛你提出的就20% 所以這整個醫療體系的分流 分級 也是要去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相信都會解決急診用篩的問題 這現在不是在精神喊話 會讓醫療體系的人力需要覆蓋那麼大 現在不是在精神喊話 我們一起來努力 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問題就在這邊 也許幾個月後 我們同樣一個問題還是繼續發生 然後你講一樣的話 但是問題沒有解決 我們現在只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 就這樣而已 並沒有什麼責難的意思 但是我們發現說好像 魏哺哺在這個部分 其實是非常的緩慢 那如果說沒有什麼好的對策的話 那你把健保點數按照立法院決議 把它變成1.0.95 搞不好這問題也可以舒緩一些嘛 這看你願不願意做啦 好不好 部長 嗯 報告委員 我們去年就今年第一季第二季 其實平均典子在醫院或在那個 大概都有到0.9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要澄清一下 第二個就是其實在明年的健保這個部分 其實行政院也給我們最大的 有史以來最高的成長力 以及所以到達5.5 所以這個部分就已經到達9200億以上 這是有史以來最高的 但是已經非常盡力 所以可見1.0.9都不夠啦 一定要到1.1元啦 但是因為行政院不願意嘛 所以主決議是0.95嘛 這不是願不願意 我們既要維持點值 要並行總額 那總額跟點值這樣算起來 如果1.1元的話 那總額制度就完全破壞掉了 我不是認為說不應該 我們會願意朝1.1元去前進去邁進 但是這個總額制度的保障 我們還要設計跟精細的設計 因為這個點數的問題 其實上回大家都寫上過了 其實三長都簽字了 然後當時魏僕僕有派代表 那現在又講另外一套 我尊重啦好不好 那謝謝部長 那下一個問題啊 我想問一下 因為今天環境不會在嗎 我問一個靜靈的問題 因為我今天有媒體有報導 就是外國媒體有專訪院長 院長有提到說 為了滿足AI的產業的發展 所以對採用新的能源技術非常開放 然後第二點是說 只要台灣內部對於核能安全有共識的話 以及處理核廢料的問題 有好的方向及保障 那院長覺得採用這個新能源 所謂的新核能 你是願意接受的嗎 應該是這樣 有沒有誤解你的意思 新的核能技術 請問一下什麼叫新核能技術 就是說跟傳統現在 我們就有的核能電廠的技術 是截然不同的 我早上有舉個例子 燃油車跟電動車 比如說什麼 你剛剛比如說什麼 我早上舉個例子 燃油車跟電動車 就完全不同的新技術 未來 現在技術的進步 現在世界各國都在極力的開發當中 哪一個開發當中 他未來的商業模式 你這樣有講跟沒講一樣 新的就是相對於舊的 我當然知道啊 但是因為你說新的能源技術 因為你是院長嘛 所以你講的話一定就有前瞻性啊 你有研究過嘛 請問一下什麼是新核能技術 比方說2030年之後 可能比爾蓋茲他手上是在研究的 什麼 那個所謂快中指 有可能成功 可能成功 可能成功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不知道 有可能成功 有可能成為一個商業模式 成本 這幾個過程 我們都可以的話 我們當然願意去開放 討論 甚至用一種新的方式來演技術 那你講這個有講跟沒講有什麼差別 我講沒講 有可能沒講 我不知道你講這個 你有什麼意義啊 第二個 你說 只要台灣內部對於核能安全有共識 還有處理核廢料 我覺得你講這句話 感覺很像你在大樹底下跟人家聊天 你知道嗎 或者是你是局外人 我們要講錯很多次了 這個是一個先決的條件 是啊 因為你是行政院長 按照憲法規定 您是最高行政首長 核廢料的問題是你要解決的問題耶 核能安全的問題是你要解決的問題 你怎麼可能說 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欸 只要核能安全可以解決 或核廢料可以解決 我就採用核廢料 好像在事不關己 你在新北市 你知道核廢料的處理 新北市政府也要協助嗎 有啊 所以他現在干涉儲存槽已經蓋 已經放了嘛 但是院長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他當時干涉儲存槽 不太願意放 你知道為什麼嗎 大家對核能的使用 你知道為什麼 不是 是因為新北市非常害怕 到時候台電把核廢料 永久放在新北市的 干涉儲存槽裡面 所以接下來我現在要問你一個 其他縣市也會怕啊 所以 所以我現在要問你一個問題嘛 因為當時 台電 包括經濟部 有訂定一個核廢料的 永久儲存的騎乘 這個表格也幫你找到了 在2018年到2028年了 我們要完成 我們要完成候選 藏指的評選跟核定 就是說我們要找一個永久儲存廠 所以以新北市的立場來講 只要你找到永久的儲存廠 不管是在哪裡啦 你只要認真去找嘛 就像我們現在經濟部長不在 但是他很多想法嘛 電不夠可以到菲律賓把電運回來 也許核廢料也可以往各種方式去處理 但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的方案定在那邊 2018到2028要完成 但是現在沒有任何的進展 包括我上次在委員會的時候 我問相關的部隊 還沒有社會共識 不是沒有社會共識 是因為他沒有在動作 如果有一天說選擇在新北市 大家也不會同意啊 社會共識 因為你們當時就把核廢料講得很恐怖嘛 讓大家非常恐懼嘛 如果你認為核廢料是安全可以處理的 你也要跟社會大眾講說 過去我們是過度的渲染 現在我們只要政府好好處理 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這也是你的責任之一 我們對核能要有專業的了解 其實你今天針對媒體講了這一番話 目前以我們的對話來講 報告委員 核能本身是沒有罪過的 但是我們不要把它 認為它是可以解決問題的萬鈴丹 沒有萬鈴丹啊 來的新核能 也許這就沒有現在的問題了 但是你在缺電的時候 核電就是一個非常穩定 而且成本很低的供電方式啊 所以這才會 這個議題還會一直被討論嘛 這個道端的處理又是大家非常的 我們只要提起院長啦 就是院長 你有責任去處理核廢料 你也有責任處理核安 而不是說 等到你們有共識之後我再來處理 好像你是局外人一樣 我覺得這個態度是不對的 我們講出了這個話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取得共識 那要積極一點好不好 好 第三個 因為 院長你那時候 呃 在那個好像前兩天吧 我不知道你是肚子餓了啦 還是剛吃完飯啦 你就在臉書 發文啦 就 用那個點菜來比喻總預算 那後面還有講到說 欸 如果這個餐廳 他如果覺得 我是一個奧客的話 就把我趕出去 就被人家解讀成 倒閣 好 那早上說 也有委員問你倒閣啦 你好像是說 倒閣是不得已的方法 我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倒閣是內閣治國家的一個制度 對吧 我們有不信任投票 那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倒閣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 為了解決 僵局對不對 跟立法院之間 對模擬 然後 為什麼要倒閣 因為要訴求最新的民意來決定 到底誰是對的嘛 現在在野黨覺得要 依法編列預算 行政院認為 不能依法編列預算 沒有 有幾個 行政院沒有說不能依法 行政院也覺得要依法編列預算 然後呢 現在的兩邊有爭議 那我們讓民眾來決定 所以解散國會 大家重選 選出來藍白的立委 不只是六成 八成 然後院長結束了 解決問題了嗎 沒有 因為總統賴清德 繼續提另外一個人當行政院長 比如說提名陳時中 當行政院長 陳時中繼續不依法編列預算 那我想請問一下 不依法編列預算 倒閣這件事情 解決了哪一個僵局 日本 如果你倒閣 對 訴求最新民意 決定了新的隔魁 所以他解決僵局 但是我們這邊倒閣 解散國會 沒有啊 因為總統還是同一個人啊 所以總統到時候還是一樣啊 不要 不要那個禁法普通條例 我是捍衛 就示範喔 我是捍衛憲法 我們的憲法就是如此規定 因為我覺得 要反對憲法 或是修憲 都可以提 不動趁倒閣這個事情 我覺得很無聊啦 因為沒有解決任何事情啦 我希望大家能夠各退一步來解決事情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 並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頁圓之源之原味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喧嚴 點 你 敗 兜